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来为各位宣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其实也不一定算新闻对于消息比较灵通的朋友们来说 那就是这个Apple Music Classical 也就是苹果专门针对古典音乐开发的这个专用的软件 已经可以在安卓系统上面使用了 那么他这边会提到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地是不可以使用的 不过实际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告诉你们哈,不是,并没有讲的这么简单 那么其实我也是在谷歌的广告上面才注意到 原来这个Apple Music Classical已经推出了安卓版本 所以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下载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准备了很多手机 它们是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系统版本,不同品牌,不同年代的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告诉你这个软件的兼容性到底如何 那么这个软件它必须要在安卓9级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安卓9以下的系统 你试图去安装这个软件 它会直接提示不兼容 就算你强行通过APK档去安装 也会提示解析软件包时出现问题 所以应该是它已经把这个最低版本要求设置在9了 所以9以下的朋友们就不用想了 比如说我这一台 索尼的XZ 它就是安卓8.0.0 它是无法安装这个版本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放弃治疗 不过就算是安卓9级以上 也不代表你的手机就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直接进入这个Google Play里面 哇你看 崩体 有意思 如果我们直接搜索这个Apple Music Classical 注意你的谷歌 谷歌的地区 我这个谷歌账号是日本区的 那么日本区 刚才我说了 没有嘛 根本没有提供服务 所以如你所见 日区的Google Play上面不会有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如果要装这个软件 首先你可以把你的软件的 你可以把你的谷歌账号 迁移到美国等地区 这样子就可以无痛下载 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的话 毕竟Google好像规定 一年最多迁移一次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要求 总之就是会使得这个迁移过程十分麻烦 那么我们也可以建议你直接用Apple 这种第三方的应用市场 那么它有两个好处 首先就是它的应用来源 你可以检查它的应用来源是否是Google Play这样的正规渠道 那么一般来讲它如果是从Google Play来的 底下就会有一个提示 那么从这样一来你从Apple Pew上面下载的应用就是比较安全 好了我们现在直接 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 就是它不受区域的限制 你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像香港地区应该是没有办法安装TikTok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通过 APKPU来安装TikTok 好了 那我刚才已经在这台手机上面装好了这个软件 它你可以看到现在下载次数不到1000次 看了一下在官方的评分也只有两个 我们打开这个应用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和之前的那个传统的Apple Music 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别 也是Listen Now 然后下面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官方原版的那个 Original Apple Music 可能是有五个底栏是吧 这里有个radio 但是这里只有 Listen Now Browse Library Search 只有这四个 那如果你所见 它就只有这四个 而且呢你点击以后 你滑动一下 会觉得 这个和原版的Apple Music 其实非常像的嘛 那确实也是这样 这里包括空间音频 Now in Spatial Audio 这也是可以听了 那如果你的手机支持度比全景声了 那么我们到设置里面看一下 它这里写了一个 Disconnect from Apple Music 因为你在初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把 需要把你的古典 Apple Music 和原始的Apple Music 做一个连接 它会让你连接 你点击以后就OK了 所以你是 你原先的苹果音乐的订阅 就可以无缝迁移到这个上面 不是迁移 就是共用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增值服务 而且你不需要任何费用 只要你原先订阅了Apple Music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 杜比全景声也在这里面 对 只要你的设备支持杜比全景声 那么这个古典的Apple Music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 Audio Quality 音质 音质这方面的话 你都听古典乐了 那么音质会非常影响你的体验 它当然也提供了无损音频 而且也可以选择高解析度无损 high risk lossless OK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它没有提供下载的这个音质选项 对 因为它是没办法下载的 它在这个应用介绍里面会提到 你必须在联网的情况下 使用Apple Music Classical 也就是说 它不能够离线使用 所以如果你要享受这种古典音乐 你就必须要保证自己是在线的 它甚至不会给你这个选项 那除此之外 其实是非常 与原版的非常接近 包括这种排版Essentials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原版Apple Music的感觉嘛 那么我们看一下Browse 来浏览一下 这里你会发现有点不一样 它这里分了一些目录 什么按照作曲家年代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 它的这个分类标准就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原版的分类 是什么样子的 也是选择浏览 那么原版的这个浏览 看起来就会丰富很多 但是对于古典音乐来讲 是没有做专门优化的 那么我们看这里 这个Browse里面除了有 目录 Catalog 还有Playlist 也就是歌单 或者叫播放清单 播放列表 还有Instrument 对 就是如果你很喜欢 某种特定的乐器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选择 说起来我对于英文的乐器 了解不是特别多 就好了 基本上也就只认识 Piano Cello Violin 什么什么什么 Guitar 其他的很多东西 我不太知道它的中文叫什么名字 就是这是一个你写中文 我都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领域了 因为可能我听古典台是听了不太多 就算是听的话 也只是 也只是在这里泛泛的听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并没有像他们分类这么这么详细 你喜欢的这些 你可以按照各种各样你感兴趣的领域来分类 包括这些给你做好的歌单 这里有艺术家的代表作 还有作曲家的代表作 就是说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朗朗这种 他是演奏家 但是他本身是不会创作 他本身不创作任何作品 就是他不是创作这个音乐作品的人 他是把别人创作的 就是把别人compose composition 对这里 我觉得可以用英文来提示一下 因为说中文都叫创作 有点奇怪 因为创作在这里是多一词 所以在英文里面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朗朗属于这个里面的artist 他擅长的是piano 你可能喜欢麻油油 比如说乔布斯就很喜欢麻油油 他就是擅长chello 大提琴了 那么 你在搜索栏这里搜索出来 他也会给你做好详细的分类 我们随意点进这个作曲家的代表作来看一下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字体 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一般的移动设备上面的字体 他会是那个 他会用非称线字体 也就是sense serif 是吧 非称线字体 但是在这个软件里面的都是serif 也就是称线体 根据我的理解 这个字体应该叫做Castlon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他挺像Castlon 那Castlon的话 在苹果创办人乔布斯 后来成立的Next公司里面也有体现 他那个做的小册子 我特别喜欢 这种称线体给人一种书卷气息 看起来就非常正式 也很符合这个古典乐的主题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就有一些 有一些作曲家 比如说弗里德里希肖邦了 什么贝多芬了 巴赫了 莫扎特了 伯拉姆斯了 海顿了 书 反正 基本上前面这些的话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对吧 也有一些可能你没有那么熟悉的 总之 这里既有大众的也有小众的 也有可能在小领域里面出名的 啊 OK 哎呦 靠北啊 我这录制的设备有点发热了 所以我不能够在这里摆扯摆扯这么久了 过一下子他直接给我关到怎么办 他的这个分类非常的详细专业 我们再来看一下艺术家的这个代表作 说起来我对我对于这个所谓的artist 这方面了解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说比起创作者来讲 就是说比起创作者来讲我对于这种演奏家的了解是真的比较少了 可能只认识这位 其他的 真不熟 真不熟好吗 所以我们就略过这里吧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搜索 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在搜索栏这里选择的搜索的东西是会多设备同步的 就是如果你在别的你在别的手机上面也也登录了同一个Apple ID 你在别的你在这台手机上面搜索 你在另外的设备上面也会同步你的搜索记录 哇这个好这个好方便哦 可能也是因为古典音乐大多标题冗长 里面按照一般的搜索去做的话 不太好用 所以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那么他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点进这个 版本龙一吧 就拿版本龙一来举个例子 他这里面会列出他的受欢迎作品 就是他会给几个作品的名称 同时呢 提供很多很多个版本 比如说这个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你点进去 他会有一些受欢迎的这个录音档 那如果你选 你选 我们这里选肖邦来看一下 好不选老柴吧 还选老柴吧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点成海盾了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老柴吧 就 比如说要听柴一的话 他这有919条相关的信息 可以知道他这里有编辑推荐的一个版本 还有一些其他出名的版本 你如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总之他都给你分好类了 这里有非常非常丰富详尽的介绍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完全可以花一些时间来阅读你欣赏的 的艺术家们 我相信这他的这种文本简直就是一 抛贴盛宴 如果你很能沉住气来读完的话 我们实际放一首作品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 整个整个界面的设计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就是上面用全大写的非衬线体 中间用大小写 大小写规范的这种衬线体 各种标志什么都非常的 只是我觉得他这个有点不太灵诶 把这个拖过来的时候 拖上来的时候有点难用 那么你可以看到原来在歌词的这个选项 歌词的这个选项这里变成了一个信息 你点进去以后 他就会出现这个作品的原数据 他就会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分类 就是说我在使用这款软件的时候 可以感受出来 这些这个软件的开发者 他肯定很懂音乐 而且他在乎 他在乎 所以给他分类分类做的相当出色 而且呢 也是一如既往苹果软件 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好看嘛 除了iTunes iTunes真的很丑 丑爆了 特别是Windows上面的字体都不吸的 我们不讨论那个 就是说至少是这款苹果做的安卓软件 它在界面设计上面 真的很错误 虽然我不是果粉了 我不是果粉 但是也必须要承认 它做的真的是非常棒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要介绍 那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界面是英文的 你可能会说 那是因为我这台手机设置的是英文界面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中文界面 就算你的手机设置成中文 比如说这台华为 对华为 是 华为的鸿蒙系统 也是可以装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点开的话 这台上面是中文的 是中文系统 可是 可是它还是会显示英文 因为它没有 它就没有做别的文字的版本 当然了 有一些时候的 因为我这个香港去的 它里面如果有一些和原来的 那个Apple Music 共用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介绍 可能用繁体字写的 诶 说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 我之前说了 香港地区应该是不能使用这个软件的 可是 我实际登香港ID进来 顺顺用 没有任何限制 它就可以使用 只是说受条件所限 我不知道国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但是 根据我的测试 港区 港区可以正常使用 只要你能够找到这个应用 因为你在 你用港区ID在iPhone上面不能下载吗 你用港区的Google 在Play商店也下载不到吗 所以如果你能够搞到这个 那么你登港区ID进去 就可以直接用 就很有意思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我希望别的 比如说日区 日区 或者台区这样 这些不支持的地区的 朋友们可以测试一下 看你们可不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古典月 麻烦在评论区留言好吗 因为我有一个日区账号 但是没有订Apple Music 只有这个港区的 还有一个国区的 但是国区的 那个设备 它没有安卓9 没有安卓9的话 前面说了不能装吗 所以还请各位测试一下了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今天就介绍这个 Apple Music Classical 安卓版 总的来讲 就是一个国位十足的 安卓应用 还蛮喜欢的 我蛮喜欢苹果深美的 虽然我不是国粉 好了好了 谢谢各位